甲午战争,清政府各军均遭受重创 当时袁世凯极力建议组建现代化军队 但上头就是不听,袁世凯很生计 后来清帝国,飘摇欲坠,寻求出路 袁世凯被李鸿章等人联名推荐,成为统领 袁世凯本人集中练兵,主张变法,为革西奔走呼号 练兵时,他直接采用现代化设备和训练方式 聘请德国军官从学堂里挑选出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 培养为亲信,从顺利控制全军 而军队只知效忠于袁大帅,而不知效忠于清帝国 袁世凯的旗下有三个学生最为出色 王世珍、段祺瑞、冯国璋 此三人号称北洋三杰 民间把他们换作龙、虎、狗 在清朝灭亡之前十年 东北奉天有两伙土匪火拼 一边叫金寿山,一边叫张作霖 张作霖打不过金寿山,便撒鸭子跑了 跑了以后他还当土匪头子 不过他深信当土匪成不了大事 于是想入边正规军 于是劫持了清军将领 圣经将军、曾祺的老婆 跪求将军夫人替他求情 收了兄弟们 将军被媳妇说动,收遍了张作霖 使得张作霖成了大清的地方官 1904年左右 日俄战争、东北混乱 张作霖从容应对,增强了军队实力 后又阔编 再去作为朝廷的人 去剿匪,再度壮大 革命爆发时 清帝国东北军的几位领导 尚书清廷 提议实施责任内阁制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是革命派的意思 作为清帝国的从良小能手 张作霖奉命去干掉他们 张作霖因此夺了东北的最高领导权 张作霖是奉天来的 雅称奉系军阀 同样回到清朝灭亡十年前 在山西的五台山 有个名叫阎锡山的青年 考上了山西五辈学堂 后来他从日本留学回来 考上大清朝的上等军官 凭着出色的表现和学业成绩 他在短时间内连升几级 当上团长 而他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和同盟会有交往 等同盟会起义 他也在山西响应 领军灭了山西群府 成立军政府 阎锡山本人当之无愧地被大家推举为都督 清朝灭亡后 他顺应时事 立即表示拥戴袁世凯 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这就是近系军阀的来源 奉系军阀 头目张作霖 张学良他爹 在东北老家奉天 近系军阀 阎锡山 在山西绰号阎老西 山西简称进 那个时候的南方并没有向中 袁大帅的表态 本身就是独立于北方而存在 先说云南大军统领及云南都都蔡厄 蔡厄是梁启超 谭思同的学生 清末 他兴产业 办教育 整式军队 革除弊病 武昌起义时响应革命军 革命成功后 自然成为云南军政府都督 云南简称典 所以蔡厄旗下军也换作典系军阀 还有广西 原是清政府任命的提督 陆荣庭在日 响应革命号召反了 革命后继续留任 成为民国时期广西军阀 广西简称桂 因此称作桂系军阀 到此为止 还有一事不明 四川湖南等地是什么情况呢 答案是 这是南北军阀打来打去的地带 他觉得二逼 他觉得他二逼 谁也不服谁 袁世凯领导的庞大军团 想用南方革命军的号召 成立民国政府 原本南方革命军是有人主张打袁世凯的 但黄星认为根本就打不过 只能和谈 后来大家意想 真的打不过就和谈了 袁世凯同意了和谈 不过他的条件是 革命成功后他来当总统 你想 这个时候有人忽然说 我们要选举 我们要换领导人 我们要打倒旧势力 扳倒北洋军 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最好把他选下去 是你 你愿意吗 民国成立后 孙中山等人 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弄了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准备搞选举 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很生气 说好的我支持你革命 你让我当总统 怎么你自己当上了 什么意思 加上后来的一系列冲突 这就要灭了孙中山 于是孙中山号召各省讨员 还好有响应的 打了几仗都是惨败 政筹怎么办呢 结果讨员军在上海的司令部 居然被租界给解散了 孙中山黄兴等人都被通缉 革命党人将此举 换作二次革命 意思是第一次革命 隔得不全 所以再来一次 没想到二次革命 这么快就失败了 孙中山流亡海外 1914年 袁世凯对民主心存的 最后一点好感也没有了 他废了临时约法 出台中华民国约法 解散国会 让那些议员哪凉快 哪呆着去 恰在此时 日本来凑热闹 进军倾倒 耀武扬威 袁世凯被迫接受21条 当时也是有媒体报道的 主要战场就是报纸 说袁世凯接受21条 无耻之急 与日本人狼狈为奸 全国爆发游行 以反对袁世凯为荣 以坚决革命为荣 当然 这只是导火索 爆发事件出现在1915年 袁世凯居然称帝了 南方军阀 以蔡厄为领袖 发动了护国运动 反对袁世凯称帝 老袁派曹坤率 北洋精锐 进入湖南四川 迎击护国军 北洋军里 很多将领也不理解 袁大帅称帝 士兵们也没啥斗志 于是 大家纷纷打假球 碰上护国军不是撤退 就是溃赛 要不就互相对峙 干瞪眼 不开枪 此次 入川有两个北洋旅长 值得提一下 都是以后的风云人物 一个叫冯玉祥 一个叫吴佩孚 由于得不到北洋军的支持 袁大头不得不在3月22日 宣布取消帝制 表示要继续当他的大总统 为国家鞠躬尽瘁 不过这次全国人民不答应了 6月6日 老袁觉得没意思 就嫌疑不死了 而袁世凯死后 无人有能力一统江湖 操持全局 就连北方天下也都分崩离析了 中央方面 李元宏任总统 段祺瑞任总理 恢复约法 恢复国会 这个李元宏 原是湖北军统帅 革命时被革命党人 逼着当了中央军大元帅 担任民国总统时 与段祺瑞就不和 但段祺瑞手握重兵 实际权力高于李元宏 总统和总理不和 何世老是同为北洋出身的张勋 眼看段祺瑞想再次解散国会 张勋对李元宏表示 这事非复辟不能解决 于是强行拥戴爱心绝罗溥仪 进行复辟大业 问题是段祺瑞你免了 就能完事了吗 人家实力在那里摆着呢 手底下又都是亲信的军团 不是没有一个职称 就没这个能力 于是将张勋复辟镇压了 复辟失败之后 李元宏觉得自己 引张勋当何世老 张勋复辟 自己也有责任 觉得没脸继续在中央混乱 引咎辞职 总统换人换成了冯国章 段祺瑞称反对复辟 为再造共和 他不止一次造共和 第一次是民国援演 南方革命军闹革命 段祺瑞联名北洋高级将领 殿簇倾廷退位 龙玉太后下召亲帝退位 二造共和 是袁世凯称帝时 段祺瑞公开反对 多自劝阻 可惜老员不听 后来革命派让段祺瑞表态 段祺瑞出于对袁世凯几十年的 知语之恩 虽未公开商讨 但绝不参与 且未获任何封赏 段祺瑞和梁启超等人 成立新政府 段祺瑞说 我这是再造共和 孙中山说 放一娘的狗屁 他说 段祺瑞那个是假共和 我们要建设新共和 所以孙中山从海外流亡归国 联合桂系 联系军阀 准备打击段祺瑞 孙中山组织的国会在广州召开 会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 其与军阀头目为元帅 同时宣布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 要维护共和之纯种法统 否认段祺瑞北京政府 因此发动的战争 就叫护法战争 护法战争的范围便及 岳 桂 香 米 滇 钱 川 厄 闪 九省 干 浙 苏 宛 玉 鲁干等省 及东北地区 也出现规模不等的护法武装及活动 各省份都有自身的考虑 各种矛盾数不胜数 但既然要打段祺瑞 还是有人支持的 支持打击段祺瑞政府的 都自称是护法军 而段祺瑞应战策略很简单 安排冯国璋打头阵 跟西南来的那群护法神军撕逼 直戏 晚戏等也好记 记住这两个词 即疯子和断腕 冯国璋又不是傻逼 凭什么我打你不打 干了两仗就不干了 擅自撤兵 爱是谁 你段祺瑞自己玩去 于是孙中山顺利夺取了湖南 同时湖南让段祺瑞很生气 他向大总统冯国璋同志表示 这个总理我他妈不干了 冯国璋说你不干 那就太好了 我让王室真干 这就是传说中的迟晚分店 冯国璋主持大局宣布 我们大家不要打了 坐下来好好谈谈 孙中山说 我不想谈 但西南的军阀们 却已经跟凤活庄谈好了 单方面宣布停战 和孙中山同样不满的 还有段祺瑞 为了制裁冯国璋 段祺瑞召开了13省军 代表表决大会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 国家要统一 那一定要跟西南军死克 收复天下 还是段祺瑞势力大 北京政府离不开他 毕竟他是虎 冯国璋是狗 狗与虎拼 那是拼不过的 冯国璋只好说 那还是打吧 再任命段祺瑞为总理 段祺瑞派军挥师南下 与护法军大战于湖南 因为是直系当的冤大头 为段祺瑞这个死万系 打前阵 有战功的人自然也是直系的 但直系将领曹坤 吴佩甫等人 辛辛苦苦苦 夺了湖南 最后当上湖南省长的 却是惋惜的人 曹坤震怒 让吴佩甫不要再往前打了 辛辛苦苦干活 最后让不干活的领工资 咱不值当的 为了恶心一下段祺瑞 吴佩甫发表声明 说段祺瑞试图武力统一中国 实乃亡国之政策 直系将领纷纷表示赞同 段祺瑞被迫宣布停战 不打了 孙中山还是不愿意 还想着继续北法 从而围攻北京 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 但坐下来谈判的双方却签订了合约 西南各省和北方各省均同意 推举黎元宏或者冯国璋当总统 陈春轩当国务院总理 至于孙中山 最适合当一名外交官 负责海外事宜 孙中山愤怒 此前孙大炮为了承接不认真北法 反而排挤革命党人的贵系 登上战舰 发射大炮 炮击了广东都督府 贵系很多人也根本就不想搞什么议会 议员集体出走 与孙中山联合 对驱逐陆荣庭建立新的军政府 可不久后 孙中山任命的广东省长陈九明就叛变了 陈九明与孙中山政见不一样 主张向美国学习 搞联邦自治 孙中山说必须要搞民主革命 后来又发现他俩不仅政见不同 脾气也不合 加上其他一系列矛盾 最终导致孙中山撤了陈九明的司令和省长去职 陈九明哪里肯干 领兵来走孙中山 孙中山好汉不吃眼前亏 离开广州跑到了上海 孙中山深知 没人支持是不行的 别的军阀都有日本或者西方列强支持 孙中山找不到支持者 最后还是决定向苏联求援 同意融共 1922年 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主 提出联俄联共之政策 1923年 孙中山又回到广东 联合之前支持他的某些贵系 滇系的军队 驱逐陈九明 在苏俄的支持下 创办黄浦军校 训练高级人才 这个时期冯国章已死 直系新老大 是曹昆受够了婉系的段祺瑞 两下里直接开干了 事称直挽战争 随后直系将领吴佩孚 联合奉系张作霖 围攻老段 段祺瑞大败 没了枪杆子就没了正确 自然要辞职退位 把北京政府的大权 让给了直系和奉系 但这个直系和东北张作霖的奉系 幕后不是一个东奖 张作霖是日本人支持的 段祺瑞也是日本人支持的 而直系是英美支持的 你直系把婉系撵走了 想在中央当老大 张作霖愿不愿意 张作霖愿意 可日本人不愿意 日本人要求张作霖和婉系合作 正好张作霖和直系 在一个政府里工作 冲突不断 于是直接就开干了 凤系和直系打的这一仗 被换作直奉战争 直系一度胜利 但因为大将冯玉祥 林镇倒戈 最终败北 凤系赢得胜利后 任命张宗昌 为婉鲁剿匪司令 而张作霖自然成了老大 控制北京政府和婉系联合举荐亲日小先锋 梁士宜担任总理 孙中山政府之所以扩张的比较顺利 正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北方在加价 没空顾及南方 孙中山直接用黄埔军校 组建成了一个军队 称为国民革命军 而黄埔军校的校长 就是蒋介石 孙中山去世之后 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开始 蒋介石担任北伐总司令 由于经费不足 民国政府做了细致的安排 砸锅卖铁卖厂资 欠收税什么的 原计划打到哪算哪 没想到一路高歌 一开始制定的基本策略是 连同冯玉祥和严锡山打倒吴佩孚 联络孙传芳 不理张作林 等弄死吴佩孚后 便回头猛揍孙传芳 灭了张宗昌 干死张作林 北伐取得伟大胜利 基本消灭孙传芳和吴佩孚的势力 同时重创张作林 1927年 江作林因抵挡不住国民革命军的猛攻 决定求和 同时因为没能满足日本人的种种要求 被日本人在黄孤屯炸死 始争黄孤屯事件 1928年12月29日 张学良宣布东北一致 养成先大元帅一致 立谋统一 贯彻和平 已于即日起宣布 遵守三民主义 服从国民政府 改议旗帜 自此全国上下再无北洋五色旗 清一色换上 清天白日满地红 北洋军阀时代就此结束 清一色的